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据悉 有关这项投资协定的谈判始于2014年 但由于一些分歧 谈判多年来一直陷入僵局 而如今谈判取得突破性进展 并非中国与欧美关系日益暧昧 反倒是得益于中美贸易关系之间的日趋紧张 德国总理默克尔一直是这份协定的主要推动者 他不顾很多方面的批评和反对 在推动欧盟各国敲定拖延已久的欧盟中国投资协议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预计它能让德国大型车企等企业受益颇多 德国目前是欧洲理事会的轮值主席国 长期以来 中国一直对允许外企在中国市场获得更多准入持谨慎态度 并对外企的经营施加了各种限制 例如 必须要分享技术 不少行业要求外企必须与本土企业合资经营 根据披露的协定内容 中国将禁止强迫外国公司进行技术转让 并承诺在补贴方面更加透明 还将禁止国有企业歧视外国投资者 根据协议内容 中国将向欧盟企业开放制造业 以及建筑 广告 航空运输和电信行业 并在一定程度上开放云计算 该协定还旨在消除欧盟企业在华投资的障碍 比如 合资企业要求 以及对部分行业外资占股比例的限制 而一向不做亏本买卖的中国 要求作为回报进入欧盟的能源市场 但这遭到部分成员国的反对 考虑到国家安全的敏感性 该协议预计将是中国在对等基础上 获得欧盟可再生能源领域的一小部分准入 早些时候 据路透社报道 欧盟官员们称 欧盟各成员国驻布鲁塞尔的大使们 周一12月28号讨论了该协议 没有国家对此有任何重大意义 双方达成协议后 它还需要几个月时间被转化为法律条文 并经过欧洲议会的批准 这一过程可能要在2021年下半年才会开始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周二称 在中欧双方共同努力下 这一段时期谈判不断取得重大进展 前景可以期待 希望协定能够早日修成正果 他还表示 中欧投资协定谈判是当前中国经贸关系当中最重要的议程 有意思的是 这条发生在中欧之间的投资协定 却招致了第三方的不满 没错 就是美国 据相关人士分析 欧盟与中国的这一协议 预计将与美国当选总统拜登的新政府产生摩擦 过去四年 特朗普退出世界贸易组织 并以关税大棒打击或威胁美国的欧洲盟友 使得美欧关系相当紧张 本月早些时候 欧盟公布了一项跨大西洋战略 其中 敦促美国与其合作 以应对中国带来的战略挑战 被拜登提名为国家安全顾问的苏利文 上周在推特上 转发了中欧协定的新闻并公开写道 拜登政府欢迎尽早与我们的欧洲伙伴磋商 讨论我们对中国经济行为的共同担忧 自2018年以来 中国和美国陷入贸易战 特朗普政府将一些中国科技公司 视为国家安全的威胁 由于中国在香港实施国安法等问题 欧盟与中国的关系 今年也一直很紧张 而欧盟国家指责中国传播 有关新冠病毒的虚假信息 也让北京恼火 但是 商场如战场 没有永远的朋友 没有永远的敌人 只有永远的利益 昨天还在隔空喊话 唇枪舌战 今天就在谈判桌上握手言和 签署了六年之久都谈不下来的协议 同时还招致了一直在旁观战的美国的不满 至于中国的这场历史性的贸易协定 最后是单方面获利 还是能达成双赢 我们只能靠时间来验证了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